9月18日,凄厉的防空警报,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勿忘国耻,奋发图强。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多少年,但是日本不顾多国的反对和谴责,执意往太平洋排放河污水,日本还公然对我们的台海指手画脚,更追随美国对我们发起芯片封锁战,都能看得出来如今的日本仍然狼子之心不死, 仍然虎视眈眈的等待机会,并且在军国主义复苏的陌路上一路狂奔。就在今天,我们的邻国韩国一味勇敢的反日斗士,也引发了全球的关注。韩国最大在野党党首李在明,为了抗议韩国政府支持日本排放河污水的立场,进行绝世抗议已经绝世整整19天了。 今天传来消息,李在明已经陷入昏迷被紧急送往医院,古人由以死相见,而在今天的韩国,因为尹锡悦极端清美清日的政策,并且是一意孤行,万般无奈之下,李在明绝世抗议以死相见,企图力挽狂安阻止韩国滑向深渊,也希望用这种方法能够唤醒韩国总统尹锡悦。 要知道李在明和尹锡悦同时竞选韩国总统,最终尹锡悦已微弱多数赢得总统大选,而李在明仅输给尹锡悦一个百分点。 李在明在韩国民间,也有着广泛的支持率。 李在明爵士抗议在韩国引发巨大反响,很多韩国民众纷纷走上街头,要求尹锡悦改变对日本排放河污水的立场,由此掀起的抗议游行也此起彼伏。 尹锡悦的支持率也是一路暴跌。 然而尹锡悦不但对李在明的爵士抗议嗤之以鼻,拒不接受李在明要求改变河污水立场的建议,并且还亲自到海鲜市场吃日本海鲜。 一表示对日本排放河污水的支持,简直活脱脱成了日本海鲜的代言人。 如今尹锡悦眼看自己支持率,因为李在明的爵士抗议受到影响,尹锡悦不是想着悬崖勒马,反而是恼羞成怒了。 就在李在明陷入昏迷被紧急送往医院以后,担心李在明真的饿死,无法收场的尹锡悦,竟然动用韩国检方的力量,准备以毒之罪逮捕李在明。 很显然此时韩国检方宣布逮捕李在明有两种原因,第一是阻止李在明继续决士饿死,引发局势恶化,第二种原因更为歹毒,那就是开始为李在明可能的死亡做准备,先制造声势以毒之罪逮捕李在明,这样让李在明即使死都白死了,不得不说,尹锡悦够狠够毒。 同时在尹锡悦极端清美帝政策之下,最近的半岛局势风高浪涌,美韩频频在朝鲜的家门口军演引发韩国震怒,多次试射巡航导弹以牙还牙,而这一次韩国竟然拉拢美国在黄海军演,使得半岛局势是急剧恶化。 至此尹锡悦已经彻底沦为美日的傀儡和爪牙,为了抱紧美国和日本的大腿,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了。 尹锡悦的倒行一失,引发了韩国民众的集体愤慨,在韩国国内要求清算尹锡悦的呼声是此起彼伏,最新民调显示,尹锡悦的支持率,已经急速暴跌至30%的危险线,看来尹锡悦离韩国的青瓦台魔咒不远了。 其实李在明也知道,他的行为并不能让日本停止排放核污水,但是尹锡悦政府倒行一失,跪田日本已经在韩国掀起了滔天怒火,所以他绝食的政治诉求有三个,第一是让尹锡悦未对日本的错误态度,向韩国民众道歉,第二是要求尹锡悦政府反对日本排放核污水,并为核污水事件影响生计的韩国民众道歉,第三是改组尹锡悦内阁。 我想说在目前的韩国政坛里,李在明虽然躺着,大家却看到他是唯一站着的人,他已经虚弱到不能说话,但沉默却压制了所有的喧嚣。 李在明的做法被韩国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,让尹锡悦和他背后的美西方集团寝食难安。 核污水对全球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危害,尹锡悦心里太有数了,李在明站在的这个道德之高点,他根本无可撼动,这让他完全无话可说。 李在明沉默的每一天,都对尹锡悦是巨大的羞辱和谴责,都将卖国贼这个烙印打在他的身上,要让他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 可以想象的是,如果李在明因为绝世而死,韩国政坛必然掀起狂风暴雨,所有的韩国舆论在怎么舔着逼脸,都没有办法帮尹锡悦说话,所有的韩国民众,即使迫于道德压力,也不敢再去坚定地支持尹锡悦。 从李在明绝世开始,尹锡悦的支持率加速下滑,现在仅仅为31%,而对他的反对率已经高达62%,目前尹锡悦政府已经在土崩瓦解的边缘,现在害怕的不仅仅是尹锡悦,恼怒的还有西方世界,昂撒媒体一贯无耻,各种遭遥抹黑,但是他们只能打嘴炮,对于拿出实际行动。 一命相伯的李在明,只能无地自容,最后只是简单地描述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,至于评论,他们一个字都说不出来,现在除了尹锡悦的国民力量党不敢发声,其他所有的在野党和现任国会议员,越来越多的团结在李在明身边,纷纷跑到爵士地点安慰与支持李在明。 当然所有人无一例外的强烈谴责尹锡悦的卖国行为,可以说李在明目前完全可以团结韩国所有力量,碾压尹锡悦,在李在明的感召之下。 韩国的多个在野党开始全面合作,共同民主党、正义党等和市民社会团体的代表,计划将在纽约曼哈顿的日本总领事馆前,举行全球烛光守夜活动,谴责日本排放核污水的暴行。 他们还将与环保相关的组织,一起参加在联合国总部周边组织的游行活动,同时共同民主党等多名议员,将分别访问美国和欧洲,重启对日本的国际舆论战。 现在的尹锡悦已经是惶惶不可终日,对外,俄朝开始了紧密合作,俄罗斯必然将大幅度提升朝鲜对韩国的威慑力,对内,支持率节节下滑。 同时韩国的铁路大罢工越高越大,铁路系统大面积瘫痪等等,自己的丈母娘还被抓了。 检查系统说要彻查到底,他老婆伪造履历的丑事也正在发酵,尹锡悦敏锐的认识到了。 韩国的总统下场都很惨,但最后他必然才是最惨的那一个,对李在明爵是同样震怒的还有美国,让韩国忘记历史,跪田日本,最终日韩购和形成紧密联盟。 在东亚地区对中国进行铁壁合围,是拜登2022年年底就开始规划的大旗。 眼看着尹锡悦夫妇贴贴,忠诚的执行命令,一切都在计划之中。 没想到半路上杀出来一个李在明,如果李在明爵士而死,韩国会出现汹涌的舆论声浪。 韩国人会比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痛恨日本,亲日派面对巨大压力。 到了那一天,尹锡悦就是网座小人,卖国白忙活一场,那拜登构思的日韩联盟,搞不好也是竹篮打死一场空,至少效果会大打之扣。 尹锡悦和拜登不是不知道厉害关系,李在明现在活着还好说点,一旦死了,他将成为韩国的英雄和图腾。 到时候尹锡悦总统的位置就没法坐了。 上周据韩国媒体说,国民力量党派出多个有影响力的重要成员,哭着劝输了李在明一晚上,但李在明不为所动,根本就不搭理他们。 显然李在明现在死都不怕,何况威逼何利用。 最终拜登要求尹锡悦尽快解决此事,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什么方法,就别让事态再继续下去了,否则大家都难堪。 尹锡悦能怎么办? 现在就算有人暗杀了李在明都不行,只要李在明一死,他会陷入更加被动的难堪。 于是尹锡悦下了狠手,是要将无耻进行到底,要排除一切干扰,继续跪天美日。 现在尹锡悦哪里还能顾得上这么多? 从上任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,尹锡悦疯狂的昧日甜美,要当美国的冲锋犬。 在李在明的搏杀下,搞不好都会泡汤,而他自己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 毕竟卖国贼从来都是没有好下场的。